大家早 在今天呢 東山飄點雨 西山天氣晴 所以你如果在這兩天 要前往東半部旅遊的話 要背一下雨據 但中南部的旅遊不用大太陽 不過天氣狀況在禮拜天要改變了 我們就來看看 未來的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先把未來一週分成四個階段 在週五跟週六兩天往東走有點雨 往西走天氣晴 星期天開始 隨著我們東南方的海面的低壓系統 或者是熱帶勞動系統 開始接近的時候 北部跟東部地區 陣雨狀況會由雲層多 接著到禮拜一的陣雨 就會變得明顯 浪會大會起霧 還有陣雨狀況 雨區行車要注意 以整個影響來說 從一二三這三天來說 北部跟東部都有雨 但二跟三的時候 連中南部都會下 可是降雨狀況 仍然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降雨的狀況 甚至強降雨的狀況是明顯 到了禮拜四跟禮拜五的時候 雨後轉多雲了 但溫度下降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色調強化的雲圖 從這張全景的雲圖當中 先注意到這熱低壓 另外還有一個熱低壓 在這邊 這裡是低壓 這裡是低壓 臺灣東方 這裡是個大的低壓帶 未來我們要注意 是這個區塊的系統發展 這個不用管他 這個再來就往北走 那我們接著來看到 動態的雲圖了 從動態的雲圖當中 可以看到 在我們臺灣東南方 這邊的大低壓帶當中 會有一個系統 在禮拜天的時候 在巴士海峽 東方的海面發展起來 在這裡發展起來之後 他會逐漸的開始往北走 比較偏東 就在石原宮古道往北移動 比較偏西 就會接近我們臺灣東方的近海 當然有可能是熱低壓 也有可能發展成為輕度颱風 大家特別注意 禮拜一到禮拜二的時候 他在這一段路徑當中 距離遠一點 我們降雨少 距離近一點 降雨多 因為最重要 北方的高壓 開始會帶進來東北季風 這使得共辦的效應 就會在北臺灣 將會明顯的出現 接著來看一下 今天的地面天氣圖 可以看到整個地面圖上 可以看到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在我們東方的海面上 有四個到五個的 熱帶擾動系統的發展 在未來的話 我們要注意的 特別注意的是在於說 我們的東南方海面 跟比較遠洋 這邊的熱帶擾動 這邊發展出來的系統 將會在禮拜六 到禮拜天的時候 逐漸的在菲律賓的東北方 海面之後 開始逐漸往北移動 這是我們再來下禮拜 要特別的注意 來看一下各地的溫度 先注意到北部地區 有短暫雨 有東北風 東半部地區是花蓮 以北有雨 中南部都是屬於天氣晴朗 那外島地區 只有在金門有點雨 在馬祖跟澎湖是多雲 到多雲時期 小滴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騎車要背個外套 比較涼 海邊的浪大 海邊活動的朋友要注意 就只要有兩點 一個水平的水平 周我認識 等一下 這裡有吉他 在不適合 我左右 峰 林農 中間多燃